你是想知道 师父为何没有死 又为何离你而去 为师也是不得已啊 师祖 师祖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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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你给我滚 给我滚 师父 从此以后 你我恩断义绝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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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了 师弟 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失职啊 师弟 我没有 师兄 你好自为之吧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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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祖当年收了两个徒弟 就是我和你师叔元元子 你师祖最高明的武功就是折龙心法 这心法对悟性和资质要求极高 我和元元子 我和元元子都练不成 元元子却以为你师祖对他有所保留 因而心生妥忌 于是他设计陷害我 让你师祖把我逐出了师门 后来 我流浪江湖捡到了你 从此相依为命 直到有一天 师父就是偏心你 明明都是他的弟子 却只把折龙心法传授给你 师弟 师父并没有私藏啊 折龙心法的口诀 就刻在天归洞的石台上 这你也都看到了 只是这部功法 对个人的资质要求极高 你练不成这也很正常 师兄我也没有练成啊 你就别装了 那老糊涂将你逐出师门这么多年 我就不信你我恨他 师弟啊师弟 你真的是已经走火入魔了 那老家伙比我都老几十岁 可一张脸看着比少年人还年轻 这是什么 这是长生啊 可长生大盗明明尽在眼前 他却偏偏不教我 若非不是他的对手 我杀了他的心都有 你这个忘恩负义大逆不道的畜生 竟敢生出逝尸的心思 你就不怕当天谦吗 我不怕 师父小心 miner 师父 师兄 师兄你不要死 师兄没事了 在没有得到 真正的折龙心法之前 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你这个畜生 你师叔帮我指了血 想带我离开 继续逼问 所谓真正的折龙心法 我们刚刚走出大门 就遇到了你师祖 天归子师祖 你师祖 你时为让你死的 你也要走这种折龙心法 我思过去 你不想带我 你这个折龙心法 你来看我 这种折龙心法 你政特权的医院 是什么需要的 你想带我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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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流传于世的推背图 已离律证明了他的灵验 让他流传于外 终究是个祸端呢 儿自然明白这些道理 若是让有野心的人得到他 必会蛊惑人心 造成动荡 离树平白牺牲 不过 北斗司不还存有一块铜牌吗 那四缺其一 量也无人能够破解 古往今来 从不曾听说哪个皇帝 是靠预知未来来治理天下的 说到底 所谓国泰民安 就是要人心安定 百姓富足 而这需要 皇儿勤政爱民 而不是靠一本天书 去装神弄鬼 陛下能心存此心 一定会成为 一代贤明之君呢 皇叔 自己家人就别 夸来夸去的了 东明先生 这次就不难为 避忧风了 但是 那些觊觎的人 是一定要抓住的 朕的菩萨心 可不休给那些痴魅亡俩 陛下仁义治国 是我大宋之福 万民之幸 皇上贤明 地灵子实在是 深感惭愧啊 可是你知道 家世和师叔呢 两位老人家太过于固执 我也是 这件事情呢 就不提了 但是偷袭白马寺 杀死空桑派 两位前辈的这个歹人 一定要找到 东明先生 放心 一定 吃饭 太子 你喜欢这哪个菜 那个红豆豆 一直都没有加到 好 红豆豆 臭小子 还装傻 要门到什么时候 师父 你也是不知道啊 这个遥光 偏受多凶 就让我再多撞几天 太子 跟师父说什么 悄悄话呢 没有 我是说 遥光姑娘是天底下 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了 太子官 等明天我忙完事 我就回来陪你 嗯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好 诸位 诸位 窦大人 若曦兄 你们怎么来了 寻仙师兄 我回家中安排好事情以后 就急着赶来与你们会合 没想到恰逢这一夕煮酒啊 来吧 一起坐吧 来来来 快来吃吧 可我吃了 坐吧坐吧 来 这是哪一国的使节 哦 他们并非国外使节 哦 那却不知 他们是何等妖人 他们 就有资格住在古吹台 他们 是碧游峰的人 碧游峰 那是何等所在 碧游峰可大有来头 我大宋 由于睡仙人臣团 使者想必也是听说过的 那就是碧游峰的大师兄 当年呐 臣团在修炼的时候 你是什么人 你大师伯 就是碧仙人臣团 真是得来全部废公主 不必沃默地来路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答对了 别问你多命 答错的话 你就弄死了 我听说你大师伯 铸造了四面铜牌 内藏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也只是 在少林寺 与大师伯友一面之内 之后再未见过 所以对此 我一无所知 你是碧游峰的代理长 还有什么事你不知道的 你敢不说 是不是不要命 银行 站住 游峰 仔细 小心 师父 干脆 我求人 你去追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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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说 你怎么样 师父 师父 有你的命 站住 什么人 是 此男北书使者朱棣 谁敢乱闯 刚才有人跑进去了 胡说八道 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亲眼看见的 你们很有可能 是在其他地方巡逻 所以刚才没有注意而已 你说有人闯进 北书使者朱棣 是谁 是害我师父的凶手 他们还抓走了 碧游峰的地灵子 满口胡言 此男北书使者朱棣 闲杂人等 禁止入内 由不得你 拿下 什么人 在本使者朱棣撒野 把上我师父的凶手交出来 什么人 徐义 有劳淳于风先生 你们送人 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害我师父的 一定是你的人 把他交出来 莫名其妙 本使者与你素不相识 是让你师父坐身 徐义 道大人 我师父怎么样了 你赶快回去 令氏之旁 秦义 陆范使者 这是怎么回事 异常误会 宋人如此无礼 我会向大宋朝廷讨个说法 你 他 你 我 我觉得 女人 你 这个 我 前 我 我 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杜范使者何在 使者身体不适 昨日受了伤 正在闭门疗养 使者说了 伤没好前不见客 王爷 还是请回吧 不见客 本王来了也不见吗 王爷 放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坐吧 本王去见陆范 可是北出人说 陆范在昨天 与星义的交手中受了伤 不能见客 还要让我们大宋国 给他一个交代 杜明 你说北输人会不会跟地灵子 被劫走一事有关 王爷 依臣所看 北输人确实可疑 一直在背后寄予 推背图的那个人 应该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你说说看 推背图 可预知天下未来之事 如此密报 若在老百姓手里 可能没什么用 但若落到北输人手里 那就不同了 一旦他们兵变 就可以利用推背图 抢占先机 后果将不肯设想 北输人 既然北输人这么可以 那不如 把他们都抓起来 然后搜了他们的驻地 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陆范 是北输国的使者 又是使团的正使 身份敏感 除非我们能确保 在北输人的驿馆里 搜到地灵子 否则的话 以北输人的身份 一朝不慎 就会引起练故的纷争 切不可轻举妄动 难道 就这样让他们逍遥法外 他们就不知道 这是我大宋的地盘吗 你懂什么 坐下 大家稍安募奏 既然北输人可疑 那就不怕他们狐狸尾巴 露不出来 再说了 这儿还是我大宋的天下 什么人 真是一次 不许动天福地 却要一群前修的方式给占 不许暴殖宣武 这碧阳风里 还能有喘气的没有 都给老子出来 夫人 先救师叔 至最后 他什么人 竟敢当我碧欧风仨一样 王爷 北书使者竟然拒绝您的探望 看来这北书驿馆之内果然有鬼 是啊 奈何他们不许我们入内 明知道有鬼 却不知如何抓鬼 明得不行 就来暗的 姚光姑娘 你说来暗的怎么来 北书国戒备森严 想要潜入 绝非易事 我北斗司有个隐光前辈 他的易容术出神入化 如果让隐光前辈潜入的话 一定神不知鬼不觉 不可 隐光有要事在身 现在也不在我北斗司 况且要想找到他 我也不变 那我可以啊 我会幻术 这跟易容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你呀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 这种事情不用你掺和 你别把我当小孩子好不好 我也想不把你当小孩子啊 可是你 幻术 开岁啊 这时候就不许再顽皮了 姚光姑娘 上次这小子追兔子 坠下山崖的时候 就已经恢复记忆了 师父 真的啊 你开心吗 哈哈 好啊 非常 师父 你没事吧 何方萧萧 为何藏头落尾 难道是没脸见人吗 多说无用 咱们手底下捡真章吧 师弟 你先去救人 我来对付他 师兄 此人武功极高 你要小心 好啊 来 这事 你要小心 这事 来 啊 去 太孙 你在哪儿快给我出来 第一次财安相遇的时候 化成我爹骗我 第二次的时候 化成我夫君骗我 第三次得妙斗法的时候 你又骗我 骗了我好多眼泪 到北斗司 还是不是装死骗我 给我出来 看我姐夫打死你 我这回饶了你 以后还不被你欺负死啊 我这回饶了你 人呢 你等世外之人 一心追求什么天道长生 自然内力雄厚 却全然不善武技 又不善于搏击 又怎能是老夫的对手 哼 师兄 贼人猖狂 咱们一起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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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你怎么样 不知两位世外高人 是否已经练就了 金刚不坏之躯呢 所有弟子 全部离开这里 快 走 快 起来 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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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林牙大人 左林牙大人 您这是 你说这宋人的地方 就是奇怪啊 在自己家院子里 还修这么多路 哪像咱们 直来直去的 左林牙大人说得对 宋人 弯弯绕绕太多 哪里像咱们北书人 这么直爽 对了 使者住哪个房间来着 这间就是啊 大人 瞧我这机器 昨天才刚来过 今天就给忘了 行了行了 你们去忙吧 是 你 你 住在里面 什么呀 使者恕罪 嗯 起来吧 使者 您 什么时候回来的 哦 我回来找点东西 怎么 你们要看到我出去过 嗯 我还以为本使者的行踪 足够隐秘 没想到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不错不错 毕竟 是在大宋的土地上 时刻保持警惕才对 使者教会的是 大人 都来淳于风求见 使者 这个东来人 来了好几回了 您既然回来了 是不是见见他 好 那见见就见见吧 啊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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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 石正哥 你们下去吧 陆范使者 淳于峰大使 您这手干得真漂亮 来来来 坐下说 那个淳于峰啊 你找我是有事情吧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上次和使者谈的事 不知使者是否考虑好了 上次那个事啊 我还得好好地想想 也是 毕竟事关重大 使者三思而行 正是老成谋国之举 对了 使者 昨日之事 我看宋人不会善罢甘休 使者万万不可大意 提防他们会派人潜入 不会吧 这驿馆里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的 谁有那么大本领混进来 使者是有什么事吗 我 我没有什么事啊 我看使者谈吐之间似乎 有些心神不蜀 我哪有什么心神不蜀啊 实不相瞒 本使者吃坏了东西 肚子有点不舒服 承认 我本老是 虽然是 和你过去 朗次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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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